好 我们再来关注一条关于黄海波的最新消息 从16号被拘算起 5月30号是黄海波被拘留15天到期的日子 所以从29号凌晨开始 就有媒体在朝阳区看守所门外进行蹲守 虽然并没有人看到或者拍到黄海波 但是5月30号当天 还是有不少媒体报道了黄海波于30号凌晨获释的这个消息 然而我们的记者却在傍晚收到了案件当中 另外一位当事人刘新宇方面的消息 称刘黄二人并没有获释 而是转为收容教育六个月 我们来看看最新的报道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老胡 有关黄海波嫖娼一案 现在有了最新的进展 昨晚北京的媒体们是兵分散落 一路在东五环的朝阳看守所 一路在南五环的丰台看守所 还有一路前往了北五环的昌平看守所 可谓是不下了天落地网 就位等黄海波的出现 可惜一直等到天亮 也迟迟未见人影 就在刚刚咱们同案的另一位人员 刘新宇的妈妈 他带着律师一块来 我们现在就给您带来一段最新的消息 得知这个消息之后 记者第一时间联系到了 刘新宇的代理律师杨明丽 而他也向记者证实了这一消息 大约在四点半左右 刘新宇的妈妈接到办案单位 引警官的电话 说刘新宇转为收容教育六个月 然后刘新宇的妈妈问 就是说黄海波是不是和刘新宇一样 他们一收容教育六个月 他说他们都是属于卖淫嫖娼人员 他们的处罚是一样的 从居留15天一下子变成了收容教育六个月 看来想看到黄海波的观众还得多等一段时间 杨律师表示 根据卖淫嫖娼人员收容教育办法第七条的规定 对于卖淫嫖娼人员 除了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处罚之外 对上不够实行劳动教养的 可以由公安机关决定收容教育 办案单位这个法律依据它还是有的 另外我们认为这个刘新宇 他毕竟这个一是年纪小 这是第一 第二来北京的时间也非常短 他也不是这个专门从事这个卖淫嫖娼的人员 他可能是里边肯定有一定的这个原因和苦衷 我们认为 所以呢 我们还是希望以教育为主 尽早的让这个刘新宇出来 那么给他一次这个重新做人的机会 新鲁在线北京独家采访报道